Welcome to Interesting,我是你们的小语 如果说有一张卡片会伴随我们一生 那大家肯定会想到我们的身份证啦 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第二代身份证 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第三代身份证 而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三代身份证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手机支付还没有盛行起来的时候 出门要带着好多卡 交通卡、银行卡、社保卡等等 出门带个包很不方便 不过第三代身份证可能会自带绑定功能 也就是说可以一卡多用 未来的第三代身份证可以植入银行卡、交通卡、医疗卡等信息 以后出门只需要带一张卡就能走天下啦 连手机都不用掏出来是不是超级方便呢 第三代身份证还会录入我们的指纹和血液信息 验证的时候就有更多选择啦 而且这是不是说明在用身份证支付的时候 只要扫一扫指纹就可以了呢 血型的录入也对公安机关破案和医院及时治疗 有很大帮助 还会定制电子身份证信息系统 另外可以使用密码技术 有些功能需要在机器上输入密码才能使用 防止别人盗用你的身份证 现在大家手中的身份证正面都标注了自己的详细家庭住址的 但是如果遗失了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你的信息去做坏事 所以第三代身份证上很可能只会显示我们的户籍所在地 而详细地址会被隐藏 只有公安机关通过特殊方式才能看到 再也不用担心不小心丢了身份证 自己的信息会莫名其妙出现在一些不安全的网站上啦 欢迎走进Interesting 好找玩有趣都别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